大家好,我是菲利塔依依 今天的故事是《水上动物园》 全心节是在《肥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 经上记着说 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今天的信息是在上帝的大家庭一起工作 你喜不喜欢去动物园? 我很喜欢的 你有没有看过动物园的管理员 位置动物或者清理个龙? 罗一家人在这个水上动物园里 一样有很多东西要做 方舟终于做好了 虽然做好了 但仍然还有很多东西要做 除了罗牙一家 方舟上还有很多其他生物 你要带洁净的动物 七公七母就是七个男的七个女的 至于不洁净的动物就是一公一母 就是少一点 只需要一对 所以入船的所有生物都是一公一母进去 至于洁净的动物就七公七母入方舟 每一种的鸟类、走兽、昆虫、蛇、蜘蛛 全部都是活生生的 全部都入方舟 罗牙要为她自己和家人 还有方舟里所有的生物 去储存足够的粮食 人和动物会在方舟里生活一段时间 所以罗牙一家都要整理好储存室 他们收割干草、治疗、装满一袋袋的五谷 和把粮食堆放在储存室的架上 很快方舟准备好让动物进来 一切都照上帝所说的发生 动物从森林里走出来 走到方舟 他们摇摇头摇摇尾 跳的、跑的、飞的、爬的 两只两只一路向前走 真是一对很不尋常的游行队伍 就好像有一对肉眼看不见的手 引领动物进方舟 罗牙和她的家人在里面安顿好他们 没多久就要迎接漫长的一天 现在罗牙又有另一件事要做 动物现在进了方舟 她就成为了动物园的管理园 罗牙一家人要照顾和打理这些动物的起居饮食 好几个月,真是不简单 照顾一两只宠物 有时候都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 你试想一下,要照顾几百只动物 真是很难的 这个比足球场更大 有三层的方舟里面 住满各式各样的生物 他们需要食物,水,还要人帮他们保持住的环境干净卫生 对于罗牙一家人来说 这里真的不是一个豪华的游轮 他们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照顾这些动物 他们一起合作,努力地打理这个在海上的家 和上帝要他们照顾的生物 上帝今天都需要我们在基督里的大家庭一起合作 我们的家庭、学校、教会都需要关怀 有些家庭需要特别的照顾 有很多工作是一定要完成的 上帝会呼召爱他的人去做这些东西 好像清洁窗口、掃地、洗碗 这些可能看起来不是什么伟大的工作 罗牙一家人也不会觉得 收拾动物糞便或铺干草是多么伟大的工作 但这些都是上帝的工作 大家一起做总比单独一个人去做,轻松很多 当我们带着愉快的心情来完成上帝托付给我们的工作 就是向人彰显上帝的爱 让我们一起来做上帝的工作 好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